好 几天前于天这个南下台中助选的时候 诗言拿胡志强夫妇的健康当话题 那么今天呢是诗言风波之后 胡志强夫妻俩一同出席公开活动 看得出来胡志强一路小心翼翼 但是导师邵小林展现雍容大度 他说他没有把话放在心上 也希望大家别把话放在心上 在这场诗言风波当中 谁是赢家看得很清楚了 云天诗言风波后 胡志强夫妇首度一起出席活动 胡志强走到哪儿 邵小林的手就牵到哪儿 胡志强倍心切 还是避不开余天的话题 余天有没有打电话给你 有没有余天 没有啊 没有 说到余天 邵小林和平常很不一样 跳出来说话了 你晓得怎么回事吗 我晓得 晓得 我晓得 我晓得 我没有放在心上 也希望大家也不要放在心上 活动之后 谭游市议员王岳斌也来了 云天就是替他站台试言 胡志强终于找到机会 把他亏了一顿 不要给你讲 你那一天 可以 我也在这里祝福 我们市长还有市长夫人 身体早日看护 谢谢 市长跟市长夫人没有生病 你干嘛 住他 找住他 好 云天试言说胡志强 中风 邵小林断手 话题持续发笑 终究还是瞒不住邵小林 全是女儿胡婷婷告诉妈妈的 第一个电话 女儿打来 就问她好不好 什么都不讲 就是试探 她知道不知道 那时候她也不知道 但到晚上 好像我女儿打 第二个电话 他们两个讲了很久 云天呢 健康当话题 选战引发了口水战 胡志强夫夫不放心上 选战要一起挺下去 中学李嘉庆史一灵SNG小组 台中采访播到